沈大佬特别提到了 这一次在新内阁虽然很多人认为了无心意 不过有两个人他认为是最先定案 而且呢有稍微有一些移动的 也让大家比较耳目一新的 这两个人一个其实就是这一次的 现在现任的内政部长林又长 那他认为是因为在基隆这一战 对他来说自身的伤病不大 所以呢就移进来当内政部长 那也是从外面进来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他点名就是陈宗叶 他认为到底是谁 把他刻意放在行政院发言人的这个重要角色 那这很重要 那这个看重到底是 看重要让他重重的跌下来 还是真的当初就是一片好心 认为他适合这个职位 我先补充一下 因为讲到这个跨局处嘛 那使管科是公务局嘛 那当时的公务局长叫做吴中荣 那吴中荣后来变成台南市的副市长 那在这个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变成港务公司的董事长 都是一路往上 难怪有听过这个名字 对那他后来因为这个 苏澳断桥事件下台 好那现在是没有公职 这是当时的公务局长 再来当时的这个金发局长 是吴新修 吴新修后来从这个都发局 变到副秘书长 台南市政府副秘书长 再到台南市政府的秘书长 现在是内政部营建署的书长 一样是一路往上 他现任是营建署的书长 再来这个台南市消防局 消防嘛 消防局的局长 现任的消防局长 就是当时的消防局长 他没有升官 他一直做到现在 他叫李明峰 是从这个2013年到现在 都是同一个局长 那就可以来 我觉得就把当时的这些关系人 找来聊一聊嘛 那这样子你在立院的委员会 也可以问得到啊 然后在市议会 对没错啊 所以在内政委员会的这些委员 可以问看看说 当时记不记得 这个陈忠言有瞧这个案子 那包括你现在的台南市议员 都可以问李明峰局长 记不记得这个案子 都去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调出来啊 所以监察院要去查 即便是十几年案子 这些人基本上大部分都还在震探 所以不会查不到的啦 能查都可以查 那只是说今天 看起来是好像都瞧好的感觉啊 就是反正陈忠言背锅 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去关说 其他人配合 配合人要不要 要不要负这些政治责任啊 如果今天真的有违法的问题 或者是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利益 这不知道啊 没有查 我们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说 你要今天真的要抽丝剥减 你比如说陈婉惠 连这个基本工作都没有做 所以我不是要怪罪说 今天一个立委爆料的那个数字 而是 我讲真的 你已经准备了一个礼拜 结果你知道 那个套一句网路上 我们裤子都脱了 你给我们看这个 那真的是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失望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爆料人 把你当成工具的时候 你却没有能力去挖掘 更多的料 或说找到更多的问题的话 那这样的爆料一次之后 就不会有人再找你了 这会有点可惜 对 因为你就变成只是一个工具 因为你跟着把网子抛出来 可是你没有收网 没错 你知道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 就会开始挖 当时的这个整个政商的脉络 怎么样 把这个故事说得很好听 很好看 然后呢 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 查出一些问题来 可是你看 你已经有很好的料了 那你怎么不多做一点功课呢 这我觉得很可惜啦 那当然你说这个 这个沈大佬讲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到底谁推荐陈忠彦 去行政院发言人 为什么他不是内政部长 因为他原本是内政部次长 对他是政务次长 而且他在指挥中心担任副指挥官 那个曝光度很高啊 为什么不是他直接拉上来当内政部长 当然因为林又昌的政治性更高 而交通部又不放心给他 所以可能呢 这个毕竟是空降的 必须要给这个位置 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因为他有做过这个指挥中心的发言的这个角色 让他来当发言人 也许一开始的逻辑是这样 那加上他又跟赖清德是一个不错 那跟这个内阁官员里面有很长期的互动关系 也许一开始思考是这个点 可是我说 所以我说可惜的就是 没有人去问陈建仁说 那当初是谁 陈仲彦是最早定案的内阁成员之一 是第一波 可是杨明哥 我记得有一篇报道不是讲说 在这个春节前 也就是正在盛传说 可能有陈内阁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有人去问过赖清德 关于陈仲彦这段过去了不是吗 有吗 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我就没有听说 但是我觉得 我是听到一个说法是 赖清德他多少知道陈仲彦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那那个问题到底是那个之前 上酒店的事情还是后面性招待的性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赖清德 其实他是知道陈仲彦有一些毛病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当政务次长 内政部的政务次长 包括 那个传言是这样说的 就是去年为什么 是由花敬群代理部长而不是陈仲彦 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讶异 应该是由政治组的陈仲彦来代理 而不是这个学者出身的花敬群 就果然花敬群就搞得这个仇恨值更高 那去年因为这是民进党内部 他们就说他们当时就有已经 有人知道陈仲彦会出事所以不给他代理 可是如果有人知道陈仲彦会出事 那又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到行政院发言人 那不就是买一个炸弹我要给他炸开吗 看什么时候而已吗 对啊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很荒谬 因为你要知道行政院发言人就是一个 你知道随时离开也不可惜的一个职务 他不会影响政务 所以有人我甚至如果今天要阴谋论一点的话 会不会就是你知道有人就是 放了一个这个炸弹 陈仲彦就是那个内阁的炸弹 随时我可以把它炸开 反正他不会影响整理事 你看现在陈仲彦没有受伤啊 实际上陈仲彦没有受伤 大家讲的就是赖清德啊 所以我甚至觉得这个铺牌 如果他到时候放在那时候是放在内政部的话 就更难堪了 所以放在行政院发言人某种程度 你看我举一个很最简单的例子 当年的丁怡明 就是行政院发言人出包了 请问苏文昌有受伤吗 没有受伤 所以行政院发言人就是一个可歌可泣的 随时要他离开就可以离开 那放在这个位置却又可以引爆 今天引爆之后大家想到的是 你在赖清德的市长任内 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攻击很明显是冲着赖清德而来 绝对不会是那个他们现在带风向 什么司法斗争 你看那个风向讨论两天过去了 没有人再讨论了 那就表示他们成功把风向带走了 算了结束了 所以这其实这整件事情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不寻常的事情 那当然你看因为为什么很多网路上的朋友会讲说 这个什么绿白盒啊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也觉得那个也没有那么阴谋论啦 就是他陈婉会委员的咨询是代表他个人品牌 这没有什么绿白不绿白放水不放水 但我觉得因为只是因为刚好就在这个 赵伟选举的隔天他上场 那前一天刚好你这个民众党的有这个立委 就是把票投给民进党的议员 民进党的招委那没办法 那就是事情发生这个实际点就是那么巧合 那偏偏他又把这个议题放在最后面 结果没有好好的问道 是可惜啊 分为中央跟地方两个不同的战场齐发吗 对当然啊这个 而且党哦就是说他们还会辅 就是说比如说党中央 这个立院党团 那个比如说如果是台南市的话 台南市议会党团 会有各自的分工 这个其实过去在马王政争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种所谓的就是说要讲这个打国家机器啊 或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是民进党所谓打 监督执政党的一种模式 就是那个叫全党之力 全党之力 不会分你我 不会分中央地方全力去打 全力去打 往私利打 不可能给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 甚至你会发现 马王政争的时候 你会发现 民进党立委全部站在王金平的身边 这是我讲这是王金平 这个耻声 那个声望最高的时候 可是呢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被所谓的蓝军认为他是所谓的 蓝皮绿骨也好或什么样的 这其实是两面刃 但这一次 国民党的其实变得有点 因为毕竟他是找民进民众党的 这个立委来做发动爆料 而国民党最后只能去要么是割刀尾 要么是沾一点这个汤 沾一点肉来吃 就根本没有办法变成主打的角色 甚至连监听艺文 国民党就只有许晓晓拿到 所以所以我说这整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换成民进党的话 他不只绝对不会单纯的就是透过这样的模式 甚至还可能结合媒体一部分的料透过媒体来打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 我就是说每一个政党在打议题的能量的问题 对就是这个你不能不说啦 就是在野党在学习当一个在野党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经验的 对 民进党是一个很长期在野之后 透过这个不断的抗争 不断的斗争才能够拿到这个执政权 他们是靠战斗实力来决胜负的政党 而国民党 老实说我甚至认为 现在很多国民党的从业人员 不知道国民党当年为何执政 因为国民党就是长期执政 就是他们没有护卫国民党继续执政的那个动力 那个动能 是一直到在野了 啊在野没关系 反正我顾好我的选区就好了 这个心态是非常 就是说这是两个政党最要不得 最差别 差别最大的地方 那民众党就是一个小党新成立 他们根本还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为何 所以我说在野党是需要训练 所以他要能够监督政府 真的是需要一些能量 那这是这个题目 我大概回答到这个地方 那你说这个其他的问题 包括这个下一枪 就是因为其实新北这个案子 他是上个礼拜 他爆发是在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 其实跟陈仲彦的案子 几乎是同时 哦 对他是新北市政府的拆除大队 有那时候有四个人被检掉约谈 然后呢三个人被申请羁押 被羁押起来 那那个时候所有人你要指向什么吗 指向是侯友宜的市府 这个罗斯松的贪腐 那时候大家是在骂侯友宜 结果没想到这个礼拜一 其实是礼拜一 那个有媒体就接到爆料说 其实这一起包庇为鉴的案件里面呢 关键人物是这个重量级的前明代 他没有把名字写出来 后来昨天确定了就是这个陈文志 前副议长 那其实我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听到 因为是民进党的人说 他们都已经知道是陈文志了 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说因为陈文志跟赖清德的互动非常密切 尤其是陈文志他去年没有竞选连任的主因 是因为他要交棒给年轻人 他交棒给他们 他原本是在新庄选区 他交棒给林炳佑 也是他们新潮流的子弟兵 那陈文志是这个野百合学运世代 然后呢他基本上在新北地方经营非常久 那在新北的政坛里面算是新潮流的大哥 那他的他过去毕竟他是新北民进党的议员里面 唯一担任过副议长 议长他们从来没有拿下过 但是他唯一有拿过副议长的位置 那是在朱立伦当市长的期间 而这个陈文志他曾经想要选这个新北市党部主委 当时赖清德还亲自去挺他 可是最后败给 应该是败给了这个余天 余大哥 所以这一位他就是新系铁杆生系 这个铁杆的新系 然后呢在他卸任过后 他基本上就是在帮赖清德做新北的组织 新北这个赖清德他有办那个所谓的向党员座谈的一个 这个座谈会 向党员报告这个座谈会 就是陈文志负责主要他负责去举办 很多的这个党员都是他去抠的 在新北的 在新北那一场三重那一场就是陈文志在主导 所以你要说他跟赖清德没有关系 这个绝对没有人就是骗不了人的 他就是赖系的大将在新北发展组织的大将 在新北的所有的民进党的都知道陈文志 就是在帮赖清德布装的 他是他不是调阿咖 他是大调阿咖 他是在负责布装 他是调阿咖头 因为毕竟新北这个赖清德是他的故乡 对就是赖清德在新北 这个他这个他两个嘛 一个第一故乡叫新北万里 第二故乡就台南市 所以这两块地方你看现在接连失火 那这是巧合吗 刚好在同一个礼拜 刚好在 其实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礼拜 只是有 陈文志这个是比较晚一点 他被爆料是晚一点 然后呢他又那当时他又出国 然后他秘书说他没有带手机 联络不到人 结果昨天哎呀 礼拜五新闻才出来 可是他礼拜四就被约谈 深夜就被约谈了 那其实比较奇妙 我昨天看了新闻 因为昨天整个新闻是最快是大概 中时的这个网路新闻 大概是下午两点多出来说 他这个被羁押获准 那可是他是凌晨就已经羁押 新闻居然拖了大概半天左右才出来 其实这也非常奇妙 因为我看那个画面 拍到都有那个记者 我不知道是谁拍的 但是都是那个 那个新闻上面说是记者拍的 那记者拍都有拍到深夜 他被移送或是这样的画面 背景是黑的啊 理论上司法的这个兵哥就很清楚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重要人士 被移送或什么的 记者都在现场 为什么要拖半天才发这个新闻 可见有一股力量在 希望这个新闻不要这么找出 希望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压低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且像今天呢 其实大部分的媒体 就是把它做得很小 做得很小 但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案子 不一定跟陈宗燕的有关 但是在很巧合的在同一个礼拜 一北一南 然后呢都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卷入官说的问题 如果陈文志他是用 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 徒利罪去办 然后呢把它积压禁建 如果今天只是官说 这个违建 需要搞到积压禁建 哇这个很罕见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 我们也是要持续来关注 就是说 这已经 目前至少这一个礼拜 已经有两位赖系子弟兵中枪了 后续如果还有 那真的就是有人是针对赖清德 人家无三不成理 那如果进第三位的话 那就肯定是赖清德子弟兵 已经被锁定变成剑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 你 谢谢 感谢观看